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在排练的这些老人 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 他们都在沈阳天柱山养老院安度晚年 这位老人圈里的年轻人 就是这所养老院的院长 我们这个和尚团是咱们天柱山的 一个特别特别亮丽的一道风采 你看谢姨推着小学步车 这么不容易 然后还过来每次参加我们的活动 是不是 谢姨 我太乐意了 乐意 我肯定得过来 你像郭姨每次笑的那个小脸 然后还有咱们田叔 今天也过来了参加咱们的合唱 我们田叔从最开始 就会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两毛钱 到现在跟着咱们合唱谈 汇了这么多歌了 是不是 真棒 今天这不是要到五一劳动节了吗 陈思 今年三十岁 五年前从美国回国 开始接手这家养老院的管理工作 如今 她的养老院里 共有五百多名老人 陈思叫得出每一位老人的名字 她的生活 已和这些老人融合在一起 为了让所有能动的老人都动起来 陈思在养老院组建了一支老年模特队 好美啊 我学心理学的时候 我会发现情绪和身体的这种动作 其实它是会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那所以呢 我就开始动员我们的老人 先是动员几个 老人都开始比较害羞 后来逐渐的他们发现 每天晚上我都会放这个音乐 后期我们就可以看到 两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一个是 有的老人他去摩托队之前呢 他会先回家换一身衣服 很能展现自己美的衣服 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呢 是有一些自己不能完全行走的老人 比如说他们会自己推着学步车 或者是呢 让他们的这个老伴 给他们推着轮椅 然后呢跟着一起走 所以我都笑声 我说我们有一个轮椅模特队 其实他坐在轮椅上 老人也会跟着音乐这样摇摆着头 然后包括晃动着自己的手 我觉得他在这个过程中 已经是非常开心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生活中难免有烦恼 尤其是刚来养老院的老人 很容易有抑郁的情绪 陈思把心理治疗 融入到各种游戏活动中 潜移默化地疏导老人焦虑的心态 可以放进去 作人来大关 从来自出币